你從來不提供獎勵給小孩的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因為小朋友他其實努力讀書 他本身得到的成績結果 就是他最好的獎勵 而且這個本來就是 他自己應該去努力 因為得到的成果是他的 所以我覺得家長無需要給 那學校何必設獎狀 對啊 獎狀是OK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給孩子的獎勵 盡量不要是跟物質有關 比如說你可以給他拍拍手 說他拍拍手 或者是說其實我覺得 這個叫暴政 對 或者是說其實我覺得獎勵 應該是獎勵他努力的過程 而不是那個結果 對 所以要讓孩子知道 他的努力其實是為了他自己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在 怎麼講 像我們家 我們家其實從來沒有任何的 什麼成績獎勵 因為他會有很大的負面效果 在國外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把兩 兩個 一堆小朋友分成兩組 好 那其中一組小朋友呢 他們玩那個魔術方塊 好 只要破關 就給他一美元作為獎勵 好 另外一組小朋友的話 就是無論他有沒有破關 好 都沒有這一美元獎勵 就是破關給你拍拍手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樣子 然後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好 就把這個一美元的獎勵回收 也就是說這個原生有獎勵 拿到一美元獎勵的這群小朋友 他們就沒有再拿到一美元獎勵了 就是不管你破關沒有 那同樣剛剛沒有獎勵的這組小朋友 還是一樣 也是本來沒有獎勵 然後他們就計算說 改變規則之後 還有哪個小朋友願意破關 結果就發現原來有給獎勵 一美元的小朋友 當他沒有一美元的時候 他就不玩了 有道理耶 對啊 有八成以上的小朋友 他就不玩了 而且他很生氣 他就會說原來我破關有一塊錢 為什麼現在沒有了 所以我不玩了 可是第二組那個 沒有一美元的小朋友 他還是繼續破關 因為對他來講 破關就是一種樂趣 他自己破關自己很開心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 而且他本來就沒有獎勵 所以他就不在乎 他到底有沒有拿到獎勵 所以其實在這個實驗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你給小朋友獎勵 是一種多詞一句 因為他其實不見得是正面效果 他有的時候反而是一種反面效果 對 那其實我自己也有 就是相關的經驗 因為我們有一次就是常常 比如說我在學校教小孩 就我有帶小朋友作文班 或者是說像這個演講的時候 會碰到一些小朋友 會幫小朋友講故事 然後你每次問小朋友說 比如說你最高興的時刻是什麼 小朋友就會舉手說 考一百分 然後考一百分為什麼高興 因為馬上會給我禮物 你會發現這個中間 就有一個很大的曲折在了 他考一百分不是因為自己考一百分 他的努力 他是為了得到那個禮物 所以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如果媽媽沒有給你禮物的話 怎麼辦 他就說 那我就不用考一百分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在 就很多家長會誤解這個部分 對 你說 你有一次去演講 結果有個媽媽來找你 對 有一次演講也是 就是結束之後 然後那個媽媽就 會後就來找我 他就說 他女兒只有幼稚園中班 很小 他就說有一次就是老師 有叫他去學校 因為小朋友小時候會學一些才藝 中班才五歲 對 很小 就學一些才藝 他們那時候很流行 尤其那很流行 那種什麼新珠算 或者是什麼 什麼公文數學之類的 就他女兒就是有學 然後老師就看到他女兒 在那個就是新珠算的下面 電那個答案 然後就等於是作弊 抄上去 他媽媽就很震驚 因為當時學校老師就覺得 這個事情有點嚴重 就跟媽媽講說 你小朋友有作弊的行為這樣 然後媽媽就跑來問我說 他說老師 他說我從來沒有要求 我的小孩要考很高分 對 然後他考壞了 或者是他新珠算 因為很小嘛 才中班 他說他寫壞了 也沒有什麼關係 他為什麼要作弊 好 那我就問他 那我問你 當孩子考一百分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 他說當然是給禮物 給獎勵 不是都這樣嗎 我說對啦 那就對啦 因為你給 當他考一百分的時候 他會拿到獎勵 所以你覺得他接下來 他會想要做什麼 所以他為了拿到那個獎勵 他就會想要考 去作弊 對 他那孩子不懂得 好 拿一百分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他只知道說 我考一百分 我媽媽就會給我禮物 就像有些小孩說 考一百分 阿嬤阿嬤就會給錢 所以他就會 不計怎麼講 不計代價的去 搶取那個一百分 然後而忽略了中間的過程 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這中間會有個很大的誤差 就是孩子為了要得到那個果 於是他就不在乎那個因了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父母在給獎勵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誤差點 然後那個家長也很可愛 就後來我再去演講的時候 我就拿這個例子拿出來講 然後就有一個家長就舉手 問我說老師 那這樣他考一百分 我們該怎麼辦 不能給獎勵 或者是不能賣禮物 這樣怎麼辦 我說其實不是不能買 也不是不能給 而是你要讓孩子很清楚的知道 我給你的獎勵不是獎勵那個一百分 而是獎勵那個過程 就是我看到你努力了 所以即便你沒有拿到一百分 比如說孩子可能只拿到八十分 可是你看到他 他已經非常認真了 比如說他上次是考五十分 他這次是考八十分 他表示他已經有進步有努力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應該要 如果你想要獎勵他的話 你就應該要獎勵他 讓他知道那個過程比較重要 而不是那個一百分很重要 對 或者是其實我們可以盡量把 獎勵不要物化成為 就是這個剛剛講的禮物啦 錢啦等等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獎勵是 你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像我兒子 好今年考大學 他考得很不錯 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他自己當然最高興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媽媽我覺得 你花了很長的時間努力 然後考取你心目中理想的大學 那這樣好了媽媽可以助你完成一個 你的心願 看你想要做什麼 所以後來我送他的禮物 就是讓他去考駕照 對 我幫他付那個駕照 就是駕訓班的學費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說 比如說你提前把功課做完了 那我們這個禮拜六日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出去玩 對 你可以陪他去騎跟腳踏車 好 或者是說 今天你考得很好 媽媽覺得很開心 那我們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 我們來分享一本書 你可以跟他講個睡前故事 這個都會比實際上買一個 讓他就是一個錢 或者是一個禮物 會讓他更明白 他付出努力得到什麼樣的價值 功課提早做完 通常就是獎勵你們看電視 對啊 或者是一些娛樂等等 對 但是其實坦白講 也最好不要拿電動當娛樂 真的喔 對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很多媽媽都會這樣 處罰就是去看書 然後那個獎勵就是去玩電動 所以讓孩子覺得電動是快樂的 讀書是痛苦的 對 他這個連結其實就不好 可是這是真的啊 讀書本來都是痛苦的 打電動才是快樂的 不會啊 像我的學生 我通常都有獎勵就是 如果你這次作文 比如說都拿到一個基準的話 愛玲老師的禮物就是書 再殘忍了 這個不忍 可是他們都很珍惜 娃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就像小鈴鐺 幫忙哦 一邊 我們大家趕快的 打電動才能 造成 兩邊 有一邊 兩邊